就是我找到了 我款项被提领的那个邮局 提出了我报案的资讯的时候 他们后来就告诉我说 是在嘉义战前邮局 被林贵提领 是林贵提领哦 超夸张的 他直接敢走进去 而且是不只是领我的五万块 他领了 哈喽大家好 是Lebeca评价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虾皮诈骗事件的新的进度 我现在人在我居住地狭区的派出所 因为我的案件被转接到 我居住地附近来了 那经过这几天 观众和网友们的关心和建议 我有比较好了 而且我看了你们的建议 我发现我有一些事情 可以做进度上面的更新 我待会跟大家分享 以及回应一些网友们的留言 那我现在去警局了 陪我一起去吧 谢谢大家 我今天去南港分局出来了 那我刚才没有得到任何福利 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派出所跟侦查队是不一样的单位 我现在要提供一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要提供一个东西 進一步的資訊的話 我必須要找到偵察隊 偵辦我那個案件的檢警 才有辦法處理 派出所沒有辦法處理我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等這個檢警 9點上班的時候 再致電或是親自再來一趟 哈囉大家 我已經做完筆錄回來了 那剛才我更新了我這次發現的心境 我這幾天就像柯南在辦案 就自己想辦法自救 因為我看很多網友 有給我很多建議 那我也吸收到了大家的經驗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找到了 我款項被提領的那個郵局 而且我今天是在中午午休的時候 先到我原本去的那個第一銀行 去問說 因為我記得那天 就是我上一支影片有講到 是在嘉義的某個郵局被提領的嘛 那我就想到說 那我應該要去 依網友的建議 我應該要調出監視器 我也怕警方的進度 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調到監視器 監視器畫面會被洗掉 所以我就去第一銀行詢問 那他就告訴我說 我可以去附近的郵局 我就去了北門郵局 那我去北門郵局呢 提出了我報案的資訊的時候 他們後來就告訴我說 是在嘉義戰前郵局 被林貴提領 是林貴提領喔 超誇張的 他直接趕走進去 而且是不只是領我的五萬塊 他領了很多很多 應該是其他受害者的款項 他不是用ATM 因為ATM最多只能夠 好像一次只能提領兩三萬元 那不能夠一次提領這麼大一筆的金額 所以他是林貴提領的非常囂張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抓到人的 那目前有將這個資訊提供給警方 也謝謝網友建議 我也順便提出我的民視訴訟 希望一切都可以有所進展 喔 關於網友的一些提問 我想到想要回應大家的是 大家就會問我說 我的前一支影片 點閱率破百萬 我是不是可以賺回我的五萬塊啊 甚至更多收益之類的 我想要跟大家說 很遺憾的是 我的YouTube的盈利審核 YouTube還沒有通過 他們說通過好像需要一段時間 可能最久會到一個月 所以要跟大家說 很遺憾的是 大家幫我觀看了 這100多萬的點閱 廣告收入都還是歸給YouTube官方 我目前是一毛錢都沒有從中獲利到 那如果想要支持我的粉絲 可以等我盈利開張以後 多支持我的各種影片 或是想要再去複習一下 詐騙影片的都可以 或是想要 呃 感謝 超級感謝嗎 我還沒有開通過 但好像有這個功能 叫超級感謝 就可以donate我這樣子 就我會很謝謝大家 因為 我很擔心我的盈利審核通過的時候 我的熱度啊 或者是這個議題的發酵度 也大概也過了 但至少能夠幫到大家啦 對不對 所以就 嗯 還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再來有一個點 是為什麼我會在影片內容中 或是標題裡提到政大 沒有看到我就是置頂留言的觀眾 可能會有這個疑問 也會有很多人不諒解 那我在影片裡其實有說 如果你把影片看完 應該可以理解 我說的是 不分 學歷 職業 或是社會地位 每個人都可能遭遇詐騙 不要認為說 你今天是政大畢業 或者是什麼 當醫生 當律師 你可能就不會遭遇詐騙 他是不會挑人的 而且也不是說真的 你覺得自己的智商啊 或者是任何能力好 就不容易被詐騙 因為我看到一個網友說得非常好 詐騙你的人都是準備好的人 而被詐騙的人是沒有心理準備的人 你要怎麼跟一群 尤其是群體詐騙 一群準備好的人來跟他過招呢 還是得靠一些經驗的分享啊 就是前人可能被詐騙的經驗啊 或者是一些最新的資訊 那我之前沒有補充這麼多的資訊 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我也開始因此而接受更多新知 慢慢養起防炸體質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的影片 也達到這個一起養成防炸體質的特質跟習慣 我有看到很多溫暖的留言在下面支持我鼓勵我 也有人覺得說 我竟然不怕輿論感 這麼勇敢的跟大家分享我受騙的經歷 但其實我一開始是還蠻猶豫的 因為我知道這種受騙的主題 如果不小心上新聞啊 還是什麼的 就還蠻容易引起蠻大的衝擊之類的嘛 但我還蠻慶幸跟幸運的是 我下面的觀眾朋友 大概有95% 都是非常善良善意而且溫柔的 就讓我感受到了 有一個網友說 善會比惡傳的更遠 我有感受到這個能量 也有接受到大家很多對於詐騙經驗的交流啊 甚至有教授問我說 能不能夠公開在班集上面播放給小朋友看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是很棒的事情 竟然可以因為拍一個影片 然後成為了小朋友們的防詐教材 也有家長說想要傳給自己的兒女啊 然後讓他們看看最新型的詐騙 我後來發現確實這不是最新的 這只是經過很完整的一條龍包裝的 之前我有聽到很多人推薦我蒼蘭哥的影片 後來我有去看了 真的後半部完全一模一樣超可怕的 這個詐騙的產業真的很專業很可怕 也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近期的邀約或者是要求授權 有溝通過有學問過的情況下 我大部分都有答應 也謝謝大家支持我會持續更新我的影片 我最近很快就有影片要上囉 希望那知識在開始 能夠讓大家透過看影片的方式支持我 也希望大家喜歡我所製作的內容 謝謝大家 我是雷貝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做自己最強調的星星喔 我還想到一件事情要補充 就是 雖然很少數就只有一兩個網友這樣子問 就有人問我說我是不是本來就長這樣 尤其是我的下巴 那我想要跟大家說 我現在用iPhone 13 Pro來錄影 沒有開任何濾鏡 也沒有化妝 目前素顏 這就是我真實的長相 我的模樣 就是非常 也沒有怎樣 就是 幼稚的平反一下啦 就這樣對不對